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11月28号 三代代表女团Redweb 已先取birthday回归了 而在birthday发表不到一天 就在全世界44个地区的iTunes排行登上了一位 中国QQ一位,数位专辑排行一位 韩国专辑排行日间一位等 反应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Redweb先取birthday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次的专辑真的超喜欢 都很好听 朱大哥也是听两次后就入坑了 最近看到的MV中最喜欢的一个 真的太可爱了 比想象的还要频繁 就是很普通的女团歌曲 我个人认为是目前为止的朱大哥当中 因为最不强烈而感到遗憾 收录曲真的很好听 但是朱大哥有点遗憾 越听越觉得好听 朱大哥果然就是朱大哥 MV超可爱 为什么要选这首做朱大哥呢 其他收录曲更好听啊 发表以往Redweb風格歌曲的话 就说没有大众性 发表有大众性的歌曲 就说是很像中小经纪公司 真的是很难伺候 不想听就不要听 不是你们也有很多人想要听 其他家粉丝们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但是对于粉丝们来说 一听就觉得是一首跟礼物一样的歌曲 只有粉丝跟歌手才知道的歌词 也是很喜欢 还一直这样挑战新的风格 真的很谢谢 只有粉丝跟歌手才知道的歌词 应该指的就是 在这次birthday歌词中 出现了很多Redweb之前发表过的歌名 歌曲真的越听越喜欢 收录曲10%真的疯了 对 在这次的留言当中 有特别特别多都是推荐收录曲的留言 真的有那么好听 这真的有那么好听吗 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所以大家觉得 Redweb先取birthday怎么样 然后大家觉得 收录曲当中哪一首最好听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时轰动整个饭圈的男奶动们 Energy Noyumi Clippy Youso 东방신기 김재중 东방신기 박유철 WS501 김윤중 2PM Nikun Infinity L XO 찬열 Winner 김진우 Seventeen Bonon Astro Chowno Thank you少年团10 啊 啊 んで 啊 啊 啊